第一个故事 奶奶遇鬼事件 奶奶说她见过一次鬼 是谁鬼 那时候奶奶还很年轻 刚跟爷爷结婚不久 夫妻伴嘴吵架很正常嘛 于是有一天晚上 又为一点小事伴嘴了 奶奶一气之下就夺门而出 因为是农村 那会已经快半夜了 根本没什么人 奶奶气呼呼地 走到离家不远的一处高地 坐下来抹眼泪 不一会 看见从低处走过来一个人 远远地看不太清楚是谁 只看见穿着红色背心蓝色短裤 就是五六十年代 人们常穿那种 大家应该知道 也看不太清楚脸 那时候是夏天 地上草很茂盛 奶奶后来回忆起来才想起来 好像也没看见那人的腿 由于奶奶是坐着 半个身子也掩藏到草里 不容易发现 当那人越走越近 我奶奶看出来 是我家前面的那家人 于是我奶奶站起来 准备打个招呼 一站起来甘哀一声 那人那人呼不见了 我奶奶当时寒毛倒树 知道不好 立刻站起身往回走 第二日 报丧的就来了 说哪家儿子头一天去放牛 在水库淹死了 我奶奶特地问了下 那人那天穿的什么 果然是红北新兰裤衩 第二个故事 爸爸遇鬼事件 爸爸是个无神论者 以身正气 但爸爸谈起这件事情 还是很唏嘘不已呀 爸爸的大爹 就是我爷爷的哥哥 当年有一个儿子 十九岁时患上了心脏病 那个时候医疗不行 眼看着这个哥哥 越来越虚弱了 这年夏天 爸爸的哥哥快不行了 一天天黑后 爷爷奶奶都去大爷家了 爸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乘凉 忽然看见一个走进茅房去了 大家知道 农村的茅房 都是单独的一个小房子 比较远离住房 因为爸爸这个哥哥身体比较胖 看背影也能认出来 爸爸心里想 哥今天还不错呀 都能自己起来上厕所了 于是我爸就盯着厕所 门想等他出来聊几句呢 但是过了好久 也没有人出来 我爸一想 该不会昏倒在厕所了吧 赶紧跑过去推门一看 厕所里根本没有人 我爸愣了 第二天 这个年轻的哥哥就没有了 第三个故事 爷爷去世的时候 发生的诡异事件 爷爷年轻时候太辛苦 老了身体意志不好 爷爷去世那一年 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最诡异的莫过于我那个三岁的小妹妹的表现 爷爷快不行了那几天 非要住到老房子里去 白天我小妈就把饭做好 给我爷爷奶奶送到屋里来 这天 我小妈带着我两个妹妹 一个十岁 一个三岁多 来到我家 小妈把饭放下 跟我奶奶还有小爸说着话 我那个三岁多小妹妹 平时很懂事 很乖的 她自己坐在凳子上做好 屁股扭扭做端正 一抬头 正望见我爷爷的床 我爷爷当时就靠在床头吃饭 小妹妹疼一下跳下凳子 拉着小妈就走 小妈很疑惑 刚来 走什么走 妹妹就开始哭闹 小妈没办法只好走 平时小妹妹都是自己走路的 但那天死活不走路 让我小妈抱上 小妈抱着她 她就把头埋到小妈怀里 一直出了我家院子 小妹妹才抬起头说 妈妈 我二爷就是我爷爷 我小爸跟我爸不是一个父亲生的 床里面坐了两个人 我小妈吓坏了 说 你二爷在床上吗 小妹妹认真地说 不是我二爷 是两个我不认识的人 说完接着说 二爷家院子里来了好多车车 还在院子里拉着灯 说着就用手比划起来 那灯怎么挂的 小妈含毛倒数 后来跟我奶奶说了 没过几天 我亲爱的爷爷就去了 我奶奶说你爷爷人好 走的时候来接人的多 还老早就来了 听得我心里酸酸的 第四个故事 红衣女鬼 我阿姨是富佑保健站的 他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要被拍到个小乡镇小乡村 做宣传工作什么的 那时候计划生育 不是抓得紧吗 阿姨有两个小同事 被分到一个山村 那山村很穷 晚上十一点就断店了 我们就叫这两个同事啊 三合压司吧 他们到了以后 被安顿了住宿 还是一人一间的那种小宿舍里 第一天晚上 断店之后 阿三睡了 恍惚间感觉门后站了一个人 只是太困 没清醒 以为做梦 第二天还跟同事做了笑谈 第二天晚上 他没洗灯就睡了 半夜 又模模糊糊 看见门后站了个人 下半截红红的 他有点害怕了 但是又是年轻小伙子 不好意思喊人 就忙着头 不知不觉睡过去了 第二天跟同事谈起 说自己可能见鬼了 是个穿红裙子的鬼 同事哈哈大笑 说不信 过了两天 好好的没事了 这天晚上 他睡下以后 到断店熄灯 他半夜又醒来了 又看见了门后出现那个人 他瞪着眼睛 盯着那个那个人 恐怖的是 这个人竟然朝他走了过来 竟然走到床边上来了 还伸出手 在他被子上开始摸 他终于支持不住 大叫起来 昏厥过去 醒来后 同事啊 四河村上一些人已经在跟前 他吓得不轻 断断续续地说了过程 说看见那个女的穿的红裙子 上身没有穿衣服 但是头发很长 一圈圈缠在腰里 好可怕 好可怕 这时有个村里人跟同事啊 死说 原来这个屋子里 有个女的生孩子的时候 倒血就是产后大出血 死了 死时下半身全是血 被子入子都是血 从那屋子就有点不对 三河死返城了 但是三从此就有点不对劲 只要看见穿红裙子的女人 或者长头发的女人 就喊鬼呀鬼呀 后来工作都丢了 年幼的我被这个事吓得不轻 一直很害怕穿红裙子 一直睡觉 不敢看门后 哎 这个是 是阿姨跟我爸妈说的时候 我和阿姨家儿子 在门外偷听来的 那会我们才上小学三年级吧 这个是 把我和那个小朋友吓得不轻了 长大后 我们还谈起这个故事 唏嘘不已 当年被吓得半夜 睡不着觉的经历 第五个故事 狠叫得撑肝子 高三那年 我身体很不好很不好 每周都进医院 就是发高烧 都烧糊涂了 每周都生病 刚治好就又病了那种 当时我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爸妈着急的没办法 都关键一年了呀 别被身体拖累了呀 于是除了进医院以外 就想了点偏步子 怕我是招惹了啥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家附近有个老婆婆 据说很神很神 我妈跟我奶就打算 带我去让这个老婆婆看看 能看好最好 看不好 反正医药也没停过 于是跟一个阿姨约好 也带着她女儿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 去了这个老婆婆家 话说这个老婆婆的屋子很矮小 很老那种房子 进去后烟雾缭绕的 只有一盏很昏黄的小灯 在烟雾中对屋子里的摆设 都看不太清楚 中间这些我不懂的过程 我就不细说了 就说那段奇怪的是 老婆婆说我今年心象不好 要帮我重新结星 于是拿了黄纸 写了我生辰八字 做了个排位状的东西 放在一个很矮很矮的小桌子上 然后让我坐在一个比桌子更矮的凳子上 还好我也比较小巧 估计体态大点人 干脆坐地上算了 老婆婆递给我一杆秤 让我双手拿着 然后转身安顿别的东西 神奇的事情这个时候发生了 我突然听见有什么声音 就像老鼠一样 呲呲呲的叫唤 我当时想 是不是我踩着老鼠了 因为屋子真的很黑很旧 肯定有老鼠出没 我倒不怕老鼠 只是觉得踩着老鼠挺恶心的 于是我低下头 用一只手高高举起撑 一只手撑在地上 几乎脸贴地的 在地上找寻这个呲呲之叫的老鼠 大家想想一下那个姿势 很矮的凳子 很矮的桌子 昏暗的灯光 我要想看清地面 只能用这个姿势 奇怪的是 我低头下去后 那个滋滋之声没了 我又坐好 几秒钟后 那个滋滋之声又出来了 我赶紧低头看地 又没了 当时屋子里有我 我妈妈 我奶奶 阿姨 阿姨家女儿 还有老婆婆 这几个人 我就说 我跟前哪里有老鼠啊 老滋滋之叫呢 他们没过来到处看看 没有啊 我说我也奇怪啊 一下叫一下没了 这时 那老婆婆说了句话 我实话了半天 别找了 不是什么老鼠 是你手里那杆秤 你再听听 大家都安静下来 我捧着称 果然又出现了那个滋滋之声音 也说不上来时称发出的 但确实是围绕着这杆秤 我说妈妈 你听 真的有 又开始了 我妈我奶 还有那个阿姨 阿姨女儿 都凑过来 认真的听 可是他们都说没有啊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他们把耳朵贴在秤上 还是听不到 但这个过程中 我却一直能听到 那个滋滋之的声音 老伯伯开口了 说 你们别听了 你们都听不见 她只让这女娃子 一个人听见 这称给我很多年了 都有灵性了 她也许是跟你有缘吧 怕你不信她 才提示你呢 所以别人都听不见的 我惊奇地长大嘴巴 过理会 那个滋滋之声才没有了 话说 后来我身体是慢慢好起来了 但不是那种立竿见影就好了 还是有吃药打针 爸妈的心情 照顾自不消说呀 也许都起了点作用吧 第六个故事 抓鬼救人计 这个故事的主角 还是那个神奇的老婆婆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 让我妈动心了 才带我去那个老婆婆那里看的 这个故事的来源比较复杂 是我小姨给我妈说的 那日 小姨来我家 问我妈妈说 你们家附近有很神的老婆婆 你知道吧 我妈说不知道啊 我向来不关心这些事情的 小姨说 真的很神啊 于是跟我妈开始巴拉巴拉了 这个事情的当事人之一 是小姨父的战友 这件事的主角 是小姨父战友的邻居 交代清楚了 开始讲故事了 端凳子倒茶水了呀 这家男主人莫名病了 病得还很重 病来得很快 去医院却检查不出来个所以然 眼看就不行了 女主人急了 听人说这个老婆婆很厉害 就去找这个老婆婆 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去的 去了后 老婆婆算算 说 我就不了她 这是她前世造的孽 人家找她要来了 你回去准备后施吧 女人一听就哭了 说你看我家上优 老下优小的 生意还要靠我家男人 她走了 我们一家人杂活呀 哭得很伤心 很伤心 老婆婆叹了口气 想了想 说那好吧 我救她就是 看她造花吧 于是做了点消发啥的 给她一张符 让回家烧了喝掉 切记 三天之内 不能断别人家碗 千万不能吃别人家饭 女人回家把符给男人烧了喝了 话说也神奇了 这男人当天晚上就有好转了 哎 比我可是见效快多了呀 第二天就能下床了 晚上就跟个好人一样了 大家都特别高兴 眼看三天就要过去了 这天 男人的朋友来家 说听说你病好了呀 我家做的面皮菜豆腐 老家汗中的哈 快去吃点吧 又好消化 你病了这么久 都没好好聚聚 女人千劝万劝不让去 男人太固执 说我现在都跟个好人一样了 怕啥 非要去朋友家晚 话说吃完饭就回来 话说这个男人从朋友家回来 进门开始就不对劲 不出一个晚上 就跟三天前一样 病得又快过去了 女人急了 又跑去找那个老伯伯 老伯伯叹口气 说命啊 不过我已经插手救了 救救到底吧 不过 你要帮我找个人 找个黑脸大汉 到时候帮我 女人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我姨父 那个战友 他们邻居 标准的黑脸大汉 当兵的出身 很壮实 于是 女人赶紧去找姨父的战友 那黑脸大汉一听 根本不信有这种事情 毫不在乎地答应了 这老伯伯带着她的赶秤 注意 这赶秤啊 又出现了 还有香黄表指什么的 让那个黑脸大汉 跟在自己后面 拿着香 开始绕着那家房子 边走边念叨什么 走了一会 黑脸大汉开始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 周围也开始刮风 恐怖的是 这个女人的哭声呼近呼远 哭声呼一下在跟前 呼的一下 好像又飘远了 黑脸大汉开始也觉得恐怖起来 两条腿开始打摆子了 终于受不了这种恐怖的气氛了 一下子蹲在地上 说 不行了 我实在不行了 走不动了 老伯伯很厉害地说 别怕 你赶紧站起来跟我走 我晚上带的有天兵天将呢 黑脸大汉勉强站起来 跟着老伯伯 头都不敢抬一下 终于熬到结束 黑脸大汉回到家 几乎虚脱了 身上的衣服全部湿透了 话说那个男人从那天晚上一天天好转了过来 那黑脸大汉跟我小姨和姨父讲起这件事 说以前老不信神鬼 这次算是下破胆了 这下彻底信了 妈妈听了这个事 也才带我去找那个老婆婆 也才有会叫的秤那个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老婆婆从来不跟人要钱 来人就帮 只是大家都比较自觉 每次给老婆婆包个红包 也不过十块二十的一点也不贵 听说 每到过年 有些当官的还开车小车来找这个老婆婆呢 第七个故事 去阴间感激的老人 这个故事来自于我另一个阿姨 她上初中的时候 她姥姥才五十多岁 就社会结婚比较早吗 姥姥身体一直很好 这天晚上突然睡过去 就没再醒来 家里人都惊呆了 由于她姥姥年龄也不大 身体又好 像手衣棺木什么的都没给准备呢 于是大家都赶紧去安顿后事去了 还好这些东西都没准备 要是准备好的 两三天下葬了 估计就得把姥姥活埋了呀 我也忘了过了几天 时间太长了 反正是有一天中午 她姥姥竟然坐起来了 屋里人都吓死了 大喊着炸湿了炸湿了 就跑 她姥姥才喊 我没死 你们都回来 大家过来摸摸看看 才发现是活人啊 都很吃惊 问咋回事 她姥姥细细地讲起来了 以下用第一人称吧 方便叙述 我那天晚上睡过去后 感觉像做梦一般 去了一个地方 有急事 还有好多人在赶急 可热闹了 卖什么的都有 我就乱逛着 突然看见我 就 我想在这里咋遇见熟人了呢 赶紧去打招呼 我就一见我吓一跳 说你咋来这地方了呢 快跟我回家去 于是我跟我舅舅去他家 我心里欢再想 我就都去是好些年了 咋在这里遇见了呢 不过心里也没害怕的感觉 来到我舅家 三间青砖大瓦房 可漂亮了 我走了好多路 饿得很 就说 让我就给我弄点吃的 我就说 不行 这里的东西你吃不得 你歇一会 我找人送你回家去 就出去了 过了会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就说 你跟他走 他送你回家 这地方你过些年再来吧 我就跟着老头走了 走了不知道多远 出来另一个老头 第一个老头说 我送你到这里 接下来他送你 我就跟第二个老头走 走着走着 发现前门的路 我开始认识了 不就是回村的路吗 我就说我认得路了 老头就从后面把我一推 说认得了就回去吧 然后我就醒来了 大家说 他姥姥肯定是去阴间即逝了 那两个白胡子老头 估计是土地公公的 后来 他姥姥又活了好些年才去世 阿姨说 这一段时的经历 真让他难忘 第八个故事 姑父的鬼故事 姑父胆子很大 总有那么多鬼故事 有他亲身经历的 也有他听来的 我感觉最夸张的一个 是龙王爷出巡了 姑父说他小时候 有一年汉江发大水 汉江从我的家乡流过 河里水特别大 几乎到河岸了 一天晚上下着大雨 一条龙在水里穿梭着潜行 身子两旁 还有打着登陆的虾冰蟹降 阵仗特别庞大 我听了表示不信 姑父说 让我去问 住在汉江边上的老人 和那年守护河堤的人 很多人都看见了 有很多目击证人 我自然找不到这些人 也对这个故事半信半疑吧 龙王爷干嘛让那么多人看见他呢 即使他真的存在 他为啥不使个隐身法呢 还让手下提着灯 不可思议啊 还有两个故事 我记得比较清楚一些 是姑父自己经历过的 那年姑父正追姑姑 姑姑在一个山区的梁栈工作 于是姑父经常跑去 姑姑工作的地方玩 一天晚上 夏天 梁栈的姑娘小伙 在外面乘凉闲聊 姑父半途去厕所 姑父说 那个院子是一个大院子 套了一个小院子 厕所在里面的小院子 他就一个人去了 他一个人正在接手 突然感觉旁边怎么多了一个人 他用余光看见那人半截身子 想抬头发现自己浑身 像过地一样麻瘦瘦的 动不了了 但是从他余光看见的 那半截身子来判断 这个家伙很高 是那种超出正常人的高 姑父说自己那回都忘记害怕了 惊呆了就 几秒钟后 那个家伙不见了 余光看不见了 姑父浑身一清 就又能动了 于是他赶紧跑回去 偷偷给姑姑说 晚上别去哪个厕所 让姑姑别给别的姑娘说 怕引起恐慌 姑姑后来告诉了同事 于是大家都吓得 晚上不敢去厕所 就是要去 也是结伴去别的地方的厕所 还有一个是姑父当年去安康 勘测的时候发生的 那年走到安康 他们要做地质勘测 那个村租给他们一栋两层的小楼房 他们十来个大男人就入住了 姑父和另一个年轻小伙 住二楼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有两个门 一个是出入的门 还有一个门接着阳台 门旁边是闪窗户 姑父睡觉比较沉 几天后有一天 同屋的那个小伙子就问姑父 晚上听没听见有人敲窗户 姑父说没有啊 小伙子很疑惑 就说晚上别睡那么沉 别是有小偷 姑父晚上就强大精神 有天到了后半夜 阳台那个门 果然有人敲 轻轻地一下一下的 过了一会就没了 姑父开始并未在意 很快又睡着了 都是年轻人也未在意 直到一天晚上 那个敲门声不但响起 恍惚中就像大家梦魇了一样 姑父就开开阳台 那个门开了 进来一个人 但是那个场景 就像梦一样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姑父就去村里打听 有个老人 说是这个房子里 有个年轻人得病去世了 又让他去找一个人 要礼章服 让他贴在阳台 那个门上就好了 姑父就照做了 同屋那个小伙子 也经历了那晚可怕一幕 又听老人这么说 吓坏了 说啥也不往那个屋子住了 姑父说乐得 他自己一个人住了一个屋子 自从贴了那个符后 再没有过 半夜敲门敲窗声 我当时对姑父 继续一个人住的 那个屋子的胆量 真是佩服到屋体投地啊 姑父说 是不是鬼也不一定 就算是我又没害他 他也没道理来害我呀 怕什么 我自问没这个心理素质咯 哈哈 哈哈